大家好呢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最近的东部战区在20号发表一个消息叫 海军加空军加海警联合训练现场这么一个视频 这个不简单 咱们总能看到一些不简单的 我就直接告诉大家结果 台独听了 还是别尿 别尿 台独听了 别尿 你别拉 这等于是什么呢 这要登海警和台军的船要检查了 就这个消息绝对就是这个意思 大陆的执法部门要登船检查 不是普通民船 普通民船用不上解放军和海警联合 是登你的海警和海军的船要临舰 就这个明确信号 没有别的信号 咱们一个一个分析 东部战区海军某 护卫舰支队舰艇编队联合空军海警 辗转多个海域 开展多科目 跨周夜实战化训练 只要是跨周夜绝对是实战 因为一般战斗全部在夜间 凌晨 一般都两点 人是最最最 实际是生物中 人最最疲劳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间点就是发动进攻的最好事情 所以跨周夜实战就是实战 舰艇编队刚抵达目标海域 突遭敌袭 然后空中威胁 刚消除水面便浮现水雷 义乌舰指挥员陈着应对 这次训练 特点咱们刚才讲了 海军加空军加海警 看到了 首先 这次出动的舰艇包括056A导弹 护卫舰 518E乌舰 640恶洲舰 空军派出了歼11B 海警是 11506艇 他有舰炮的 这次参演的舰艇吨位都不大 但演练科目非常多 你看这个科目里边包括夺制空拳 反空袭 对吧 反水雷 对吧 你看这个意思 每个科目针对性都非常强 所以你把这个所有的因素 你把它拼起来 多海域 跨周夜 看到了吗 实战 多海域 多海域代表什么 多海域代表对方跑了 追啊 是吧 肯定就是这意思嘛 那更现在是让台湾人紧张的是什么呢 还演练了海警船遭暴力抗法的情况 然后我怎么处置 再重点 还演练了海警船遭暴力抗法的演练 我怎么处置 一般说舰艇编队海警 海军编 东部战区原话这么说的 舰艇编队还与海警船 围绕海警船遭遇暴力抗法等特情进行协动训练 这是原话 此次演训从严从南 处理特情突出了海军编队与空军海警联合作战 有利提高联合协作水平 联合打击能力 这是原话 首先啊 这句话 海警船遭暴力抗法 这句话 这句话才是要点 首先呢 什么情况下你会遭到海警暴力抗法呢 有人说那普通渔船能够可不可以啊 那普通渔船暴力抗法倒可以 但是为什么有海军呢 咱们一定要多个多个想法 那为什么有海军还有空军 哇塞 海军上完空军上啊 一会就跑了嘛 所以说海军 空军可能就是震慑的 让对方的海军不要动 然后呢 这个海军呢 当然就是什么 就是直接开炮 所以什么船是暴力抗法 都需要中国动用军 海军和空军协同了 那就是台军嘛 台军美军 海警是用不上的啊 就台军的台湾的海警是用不上 咱们大陆用这个暴力抗法 用海军和空军行动的 所以等于什么 大陆海警在准备抓人了 听懂了吧 我还是提醒啊 金门那几位啊 该吃吃该喝喝吧 没地跑赶紧坐飞机跑 赶紧辞职吧 下下去这个 接下来可能真的没地跑了 赶紧离开金门啊 别出海了 就是这个 大陆海警在东南海的执法 你想想如果遇到民船啊 就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 民船的话 海警是基本不会遇到这个暴力抗法情况 民船他就没有暴力反抗能力嘛 那咱们说这个大陆海警船当时这个在18号 2月18号登船检查的时候 当时这个叫出日号游艇嘛 当时就比较顺利 你看已经实现了嘛 就是完全没有暴力抗法的情况嘛 那对于这个正常的经营的老百姓而言啊 就不会去暴力抗法 没必要嘛 那退一步讲 你碰是个走私的暴力抗法的 海警也不需要出动军舰呢 对吧 舰艇啊 包括空军来干这事啊 对吧 所以真相 真相只有一个啊 真相是什么呢 真相就是模拟对台 这个海警海军的舰肢进行登临检查 只有这一个真相 没毛病吧咱们分析 就是他的这个海警和海军啊 比如海巡的船呢 海巡的船呢 进入相关我控制区啊 我要登船检查 那登船检查 你会暴力抗法 对吧 暴力抗法 我的海军和歼11空军要上 歼11B 那这次海空军联合演练 再加海警啊 这个不是演练 而是演练啊 绝对不是啊 实际就是这个准备执行任务了 就实战化准备了 所以这种特情想定假如说啊 咱们可以可以推演一下 大陆海警船 在某海域 咱们执法 比如说澎湖 比如台湾外海 突然间临时发现了台海巡船出现 对吧 那我海警要登船检查 台湾是绝不允许啊 那等于是真的是受辱啊 那台海巡员不服 不让检 那发生暴力抗法情况 相关的台海巡要呼叫台军出动 对吧 那国民党 民进党当局下令台海军空军支援 在想象下 我海军和空军紧接着就快速支援 我海警部队 这也就是解放军空军也可以快速出动了 包括拦截太空军 这个意思 目前太大战是一触即发 我只能说到这了 这就是实战化准备 我们登船检查那一天 实际就是把台湾 这个台海战争 已经开始实时化期推进了 咱们说这个武统 什么 这就武统啊 我们在海上就已经开始武统了 我东部战区组织海空 加海警演练 这个意思 首先可以看 东部战区已经在准备 刀已经掏了 已经磨刀了 磨刀声已经出来了 就准备上了 规刀上 二十四恶营试验之后呢 一个多月 台当局是还没有到前 尸体还在台湾 没有交还 扣押遇难者遗体 不交还 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谓 已经践踏了人类底下了 民进党当局所谓的调查程序啊 来拖延这个 这根本就说不通 淡化所谓的处理 实际想拖 最后把这事不了了之 以这个没有录像来敷衍 这盟化官这个没有意义 而且最后还是颠倒汇盘 我觉得咱们这个 最后咱们大陆家属 包括咱们国台办也讲过一话 这个后果自负啊 我觉得说的就是这个 这一天到了 后果在这儿 我要登船检查你的海警 咱们登船检查实际就是 实际就是抓人了 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暴力抗法的 暴力抗法我就要抓了 那你的海军要出动的话 我的军舰和我的空军也要出动 所以现在难题就在这儿 4月份台军要实战射击演练 那如果那个时刻你敢出来 这个巡航被我海警抓获 登船检查 那么可能你要面临一个抉择 就是台军现在我觉得这个 在这个参谋部一定是在研究 我到底开不开第一枪 反正不管你开不开第一枪 大陆已经准备开枪了 现在看的登船检查 我海警和海军实弹化 后半夜两点实弹化在演练 就说我们在两点要准备武统 我觉得抓的海警第一支船 就是武统的开始